他能切出个啥来 这一条视频出来 可能会有很多大哥 看上去很不舒服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自己的一个观点 那么眼前这一框 就是有一些大哥 给老白寄过来的 帮他看 帮他切的料子 那像这些料子 老白就说一句了 你连皮革都看不懂 连厂口的特征都搞不明白 这些料子 你不垮 谁垮 那今天老白在里面 随意挑一块 带我去切开看看 是不是里面 真的是垃圾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石头 肉眼可见 它上面的一个筋体 非常的粗 这种皮革的话 它是不致密的 非常的松散 摸上去会掉沙 这种的话 其实就是公斤料的一个皮革 这里其实的话 开了一个窗 压针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个表现 像这一种的话 它确实有一定的一个底色 但是这个底色的话 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个底色 像这种一切 它的一个底子 肯定是落底 我们就当它练练手 切着完就可以了 也无三大雅 但是你就认真 在这块石头上面 就会舒服 这种随便一卡就行了 可以了 我们开始了 它能切出个啥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切好了 烟雾缭绕 不出所料 一个乌鸡 连肉都划不开 你看 居然还切出一个做的料子 你看老板做脚的技术多厉害 上面这一层都是做的一个假皮 所以说买斐券还是要找新的过程 让你才能炒到好料子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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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